哇 我中四五的note 寫得那麼養醉 我的朋友的note 寫得那麼漂亮 不如讓我全部重新寫 跟他的style 那肯定有些很漂亮的note 一定會很有動力溫習 現在還沒溫習 要做partiper 一定不會啦 那開始做partiper 不就浪費了份卷 還是遲些才開始做啦 這個Alective 學校都還沒教到 那應該不用關注啦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severfreshbar的channel 如果你是今年的DSE考生 不知道剛才有沒有講中你任何的心態呢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想和準備考DSE的你們 分享三個不應該有的心態 那如果你中了所說的陷阱的話 就希望你可以快點改變你的mindset 令到你在未來的DSE中可以有更好的成績 那我們立即開始啦 第一個最不應該做的事 就是覺得自己要重新寫一次note 又或者將之前的note重新抄一次 那例如有些人可能覺得severfreshbar的notes 很漂亮很齊整 想自己的note都變成這樣 那所以就要重新寫一次啦 但是大家要知道啦 這些note其實在中四中五我已經寫下了 就絕對不是中六才一次過去做的 而如果你中四五是沒有寫note的話呢 我更加強烈地千萬不要中六才開始寫note 因為這樣做只會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雖然你在寫note的時候 可能覺得自己在做很多事情 很productive的樣子 但是事實上 你將你所謂的note抄一次 又或者將在書裡面的東西 搬到另一張紙那裡 到底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有多少的知識 你是真的記得的呢 你抄完寫完一次 就並不代表東西入了腦 因為始終抄寫和閱讀 都是一些被動的溫習方法來的 那所謂被動呢 就是將外面的知識 嘗試去吸入自己的腦 而對比主動的溫習方法 就是將這些知識 要在腦中抽出來 被動和主動的溫習方法 它的效率是相差很遠的 那到底有什麼 才是主動的溫習方法呢 其中一個呢 我自己覺得很有用 用來主動去背東西的溫習方法 就是叫做blurging 而擺這課這麼多東西背的一課 來做一個例子 那面對著這份note這樣畫 我就會給15至20分鐘的時間 自己去看和背一部分裡面的內容 過了這時間之後呢 我就會拿開份note 去給一張白紙自己 然後呢 就在白紙上 將剛才所溫過所背的內容 寫在一張白紙上 看看自己可以記得多少的東西 那這個過程呢 就是正正所說的active record 是一個主動的溫習方法 將這些知識 嘗試在你的腦中抽出來 而我將所有記得的東西寫得之後呢 我就會拿回份note出來 去對比一下 到底有什麼point 是重要而是我漏了的 而漏了的地方呢 我就會用紅筆去mark 去到提醒自己去到記 而那張白紙 你也不需要擔心 要寫得很漂亮 又或者很整齊 而我們的重點呢 就是在主動回憶你學了的東西的過程 而不是那張白紙最後出來的結果 那好推薦大家去試一下blurting 這個方法 雖然呢 對比可能來看書 抄書 間書 是會比較辛苦的 但是啦 包補呢 你的效率一定會高很多 而且呢 用少一點的時間 就應該可以溫緣那一課 那剛才跟大家說 中學的時候呢 就千萬不要重新 才開始寫那些筆記 那當然呢 我都不是叫你 一定要去拿著一本教科書 去整本這麼厚來溫習 那其實不只要自己的筆記 你也有其他的溫習資源 包括學校老師給你的notes 方間的雞精書 又或者可以去買其他人的notes 無論你有什麼resources就好 中學的你呢 一定要記住 你今天的focus呢 是要去到背夜 和去粗練 而不是要寫一些的靚靚筆記 那除了剛才所說的blurting之外 主動的溫習方法呢 亦都是包括粗pass paper 其實pass paper呢 同樣都是一個active recall的方法 去到將知識 在你的腦裡抽出來 那而說到粗pass paper呢 也都帶到我去下一個 不應該有的態度 就是覺得呢 未溫完書做pass paper 是浪費了份卷 那其實這個心態呢 錯的地方有很多 第一啦 你怎樣定義你溫完書呢 而第二 有什麼為之呢 是浪費了份卷呢 是你有不懂做的地方 就等於浪費了啊 還是你沒有信心做呢 就等於浪費了 那其實無論怎樣都好啊 事實上 你dsc是沒有溫完書的 而第二 操卷呢 也可以是一個 介紹新知識給你的方法 來的 例如一些答題技巧的東西 真的呢 你要操卷去做題目 才可以學到的 就算你溫多久都好 不肯做題目 你都是不會懂那些答題技巧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大家會覺得浪費了份卷呢 都是一個給自己的藉口 因為的確啦 對比被動的溫習方法 這些主動的溫習方法 包括操卷等等呢 它是一些會比較花精力的東西來的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大家拖延開始做卷的這一天呢 都是一個出於冷度的藉口而已 那如果你同樣有這個態度的話呢 就要正視一下這個問題 就立即快去操卷啦 那你又想提的呢 就是很多同學 覺得操卷呢 特別是一些敗意義的password 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來的 覺得又要計時啦 又要改卷啦 又不懂的地方呢 又要上網 又或者去找老師去問 那但其實呢 這個mindset呢 也都應該要轉一轉的 不要將操卷想成一件這麼大 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這樣呢 只會令你更加不想開始的 相反地呀 改一個的心態 去把操卷呢 成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好像之前呢 這個關於時間表 善用時間的影片裡面呢 都有說過 我中午那時候呢 在一些搭車的時間 也可以拿一些MC 甚至Longquad 出來去做 那在那些時間 可能做一些CEMC 拜約的時候 其實呢 是不需要計時 也是拿一件很平常的練習 去做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幫你對操卷的fraction 去減低 而不斷重複的操練呢 就會讓你發覺 其實操卷呢 都不是一件這麼難的事情 而慢慢做越多 你都會自然呢 看到自己的進步 那當然和大家說 也都不是說呢 所有永遠的操卷呢 都不需要計時 因為可能一些的數學卷 時間呢 真的很重要的 但是呢 如果你依然在準備的途中 也有很多concept 是未清的時候 計時呢 就未必是一定需要的了 來到第三個 不要得的心態呢 就是要跟足學校的進度 那這個意思呢 不跟足呢 就絕對不是叫大家 要慢個學校的進度的意思啦 而是呢 有時候學校可能呢 有些最後的課題啦 又或者Elective 是未教的 而有些同學呢 就會恥著呢 因為學校未教 就告訴自己呢 這些東西不用識著的 又或者呢 可能學校教得那麼遲 那所以呢 Mock Paper呢 就應該不會出得那麼多 而更差的心態呢 就可能是同學覺得 學校因為未教完書啦 所以呢 就可以不用開始做 霸醫院的Pass Paper 不過大家這些藉口 和推銷 其實只會好像一個雪球 越滾越大而已 由學校未教 去到不用識著 再去到呢 不用做Pass Paper 那其實事實上 學校未教 就不代表你不用識啦 也都不代表呢 DSE不會考 那所以很建議呢 如果到這些時間啦 學校呢 都依然未教完書的話 就要自己呢 去到自學了去啦 就算你自己呢 去到教科書啦 又或者呢 一些網上的resources 都可以很幫到你的 而當你學完這一課裡面的內容之後呢 你就可以做相關的練習 和Pass Paper 而當做到題目做到有 不懂的時候呢 就去問學校的老師啦 那雖然呢 學校可能未教到那個 topic 但我相信呢 你學校的老師呢 應該都會很久以去解答你 最後最後啦 那這裡呢 都算下一個心態啦 但是呢 都少些聽人說 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那就是希望呢 大家不要經常去有這個想法 覺得只要捱過了DSE的這段時間 之後呢 就會沒有了煩惱 只要上到大學呢 就會沒有了壓力 希望呢 大家不要把這段準備的過程呢 想到很黑暗的樣子 大家可以盡量啦 去到享受這個這麼青春 去為一件事情 這麼努力的時間 而告訴大家 大家過了DSE 也都不代表是沒有了壓力啦 沒有了煩惱 上到大學呢 也都不是不用讀書 所以後生最後呢 提大家這句話 就是Journey before Destination 重視呢 你在這個DSE過程裡面 學了的東西 包括一些的知識啦 和你的心態 然後不要把所有的focus 和心力 放在那個結果那裡 那雖然知道呢 這個心態改變 是絕對不容易的 那大家抱著這個 Journey before Destination的心態呢 絕對是可以幫你更加正面 去到面對你的這個DSE的準備 那今天這條片呢 就來到這裡啦 如果大家呢 都有一些覺得很不要得的心態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大家分享 也都可以在留言 為大家互相鼓勵 那記得參加操卷、template、giveaway 和follow severfresh吧的instagram 喜歡這條影片呢 就記得like 和share給你的DSE戰友 那我們就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拜拜